我想第一點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也沒有回覆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早年因為出生母親是美國人 早年我也確實是曾經有美國籍 但是我這個美國籍在2002年就放棄了 那手上相關的證明資料文件都有 我選立法委員也選那麼多次 已經經過考驗 那第三點呢就是 在2000年我在總統府上班 當時有很多的討論 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國籍法跟戶籍法 有不同的身份跟規定 那可能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有國籍沒戶籍 在台灣的入境也好 或者是工作 其實在待遇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但是我擔任喬選立委的當天 就任當天就取得了 我們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所以這些問題也在我進入立法院之後 全部獲得解決 那我想以上很清楚的來跟各位說明 其實我這次競選總部 一直在催促我回來參選之前 我就請他們說 是不是要把我的身份全部都查清楚 只要有問題 你們就趕快找別人 那這個他們從頭到尾全部都查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都能夠很有信心的來促成 我跟賴清德一起來投入這場的選戰 好 謝謝 那今天是一整天都在台中 是認為台中的選情特別激烈嗎 一方面其實我覺得全台灣選情都很激烈 我們都不能掉以輕心 那靜宜當然我很關心她 那這幾年我們有很多一起努力在 不管拼外交也好 或者是靜宜委員長期也是一位女性主義的落實者 那對於性別平權的關懷 我們過去曾經在立法院攜手打拼 都是很好的戰友 所以我這個還沒回來 靜宜就這個邀請我來了 所以她算很早就預約了 今天就趕快來跟靜宜一起 跟鄉親們問好 謝謝 今天是一整天都在台中四個選時 你會特別認為這四個選區特別靈魂嗎 我還是要講其實每一個選區都很重要 那這一次我想因為我現在是候選人的身份 那我這個交通其實都要花一些時間 那能夠來到台中 我就除了靜宜委員以外 其他跟她一起在努力的 我們的各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我也用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相互的打氣 那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以布農統候選的身份 讚賞那個掃街車 如果那個新進跟過去有沒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你是說這個掃街車是新的 有什麼期待 對 當然以前我選過那麼多次選舉 我可以回想以前在花蓮那個服務員遼闊 這個掃街要掃很久 站也要站很久 如果萬一下雨的話 這個下雨啦 風吹其實都 什麼樣的環境都經歷過 那但是我聽說這一次是 這個國安局特別為所有的 各組的候選人都有準備一樣規格的掃街車 那這個掃街車 規格跟我過去用過的不太一樣 那我非常期待看看這次新的掃街車是什麼樣子 那我不太清楚其他各組的候選人 但這次是我第一次站上這個新的掃街車 可以參加客文選的護手嗎 可以參加客文選的護手嗎 朋友都是女性 去談別的護手這樣 吳信怡委員 我在美國服務期間他曾經來過兩次 那他來兩次 也是因為他對外交事務相當的熱衷 所以我有機會來跟他短暫的見面跟認識 那其實那個時候對他印象也不壞 那他受過很好的教育 那對國際事務很熱衷 但是我也可以看得到他可能對政治來講 他是相對比較陌生一點 畢竟從這個時間比較短 那未來的日子他也會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但是我是千錘百煉 已經神經百戰走過來了